嗨 嗨,我是Marco 感染新冠两周了啊 我和我男朋友差不多恢复了 但我哥哥呢 和他女朋友 就在东京嘛 他们比我们严重 特别是他女朋友呢 他就是 发烧,还有呕吐 然后他们两个呢 不停的咳嗦,晚上睡不着 然后喉咙又疼 就是呼吸有点困难 唉,但在日本的话 医生每天打电话给他们 问问情况的 所以还算放心点吧 我让妈妈去 送他们吃的东西来 因为肯定是我哥哥 专人给他女朋友的嘛 他都比我小 我就实在觉得可怜 唉,这个时候 实在让人觉得 单身狗最好啊 唉,他女朋友 会不会写七老哥啊 唉,那样的话 可以找我呀 是不是啊 他上次跟我说 就是可waii,可waii 我就跟他说 你可waii,可waii 他女朋友啊,不错不错 ok,那今天的话题的话 是中日审美观的区别 前几周呢 我就生病呢,我一直看电影啊 还看视频 我就感觉到 神美观真的每个国家不一样啊 我16岁来到中国 也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很多很多中国人嘛 我就觉得中国人打扮的样子跟日本人不一样 首先我发现的就是 中国人很多人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中国红嘛 中国人喜欢的眼色吧 嗯,中国女生也是经常 用那个红色的口红啊 你来过日本的话 应该知道 日本人很少穿红色的衣服 几乎都看不到 除非是小孩 我穿红色的衣服呀 啊,难道我是中国熊吗? 嗯,只要是我穿什么都好看呀 像你这种啊,窄女 穿红色确实有点不太配啊 啊,这要看人呀 日本人的话 一般比较喜欢低调一点的颜色吧 就是,不是很夸张的颜色 黑色啊,白色啊,中色啊 肯定是最多 就是比较图色 嗯,简单一点的颜色吧 中国人穿的衣服 感觉就是有更多的颜色 比较华丽 比如说,这些亮亮的鞋子啊 包包啊,我也看过很多 我在上海从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毕业典礼嘛 然后,父母都过来的啊 然后我有一个日本的同学跟我说 服装这些亮亮的呢 日本人穿的衣服 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有各种各样颜色 红的,蓝的,黄的都有 在日本的话肯定看不到 然后,我在中国经常看到 还有黄金的装饰品 还有那个肥脆 在店里也看到很多 但在日本呢,我一般很少看到 我几乎没有看过 日本人戴这种装饰品 日本人戴的装饰品的话 影色或者是 玫瑰金比较多吧 我喜欢黄金啊 黄金有福气 是不是啊 土豪金,你懂不懂啊 你不懂啊 然后的话 我在中国上班的时候呢 我看过不少男同事 就是说他们喜欢个子高的女生 他们喜欢东北的女生 因为东北的话 个子高的女生比较多嘛 在日本 我觉得一般男生 喜欢个子矮的女生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小巧可爱的女生嘛 个子很高的女生 在日本的话 不太受欢迎 所以个子高的日本女生呢 我也有几个朋友 他们不太爱穿高跟鞋 他们不想显得很高 然后我觉得日本人嘛 比中国人更喜欢减肥 就是很多日本人觉得 越瘦越好看 在中国的话 稍微锋芒一点 稍微就是有点福气 也被认为很不错的嘛 就是太瘦也不好是吧 我感觉日本人更喜欢 受瘦的人 在日本 胖子的命苦真的 很容易被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思维很不好 身材嘛 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我完全不同意 越瘦越好看这个想法 确实确实啊 太瘦也没有福气啊 有点肉感也行吧 有点肉感的美女也不错吧 简单来说就是日本人 喜欢可爱型的 在中国的话 漂亮型的女生 也挺受欢迎的 有点酷的那种女生 也挺多的嘛 我现在在加拿大 在欧美的话又不一样 她们更喜欢性感的女生 她们就喜欢大胸大屁股那种 她们又喜欢把它都露出来嘛 就是穿很紧的衣服 搞得像内衣差不多 她们就喜欢显得成熟一点 一般日本人不会这样打扮的 化妆也不一样 她们欧美人就喜欢有眉毛 就是 嗯 还有眼线臂嘛 就是 显得怎么说呢 她们有 很有自信的那种化妆 她们还特别喜欢那个 lip filler 就是 嘴唇 显得更性感一点 但是 男生也不一样 日本男生呢 她们常常有 刘海 长头发的人也不少 在中国比较少看这种发型吧 我个人不太喜欢长头发的男生 欧美人的话 我感觉 她们 戴帽子的人也挺多的 穿T恤 或者唯衣 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服装 比较多哦 所以很多时候 从你打扮的样子 可以知道你有 哪里的文化背景是吧 很多人说我不太像 日本人 因为我在中国 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我又在美国 加拿大生活过 我不是很典型的 日本女生的样子 我也不是很爱 化妆 主要是我写烦 而且我越化越愁 就是越化越老 在国外生活 每个人都会受影响吧 我的中国朋友们 也不太爱化妆嘛 所以我也就 凭什么化妆 然后 我觉得日本人呢 非常在意年龄段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不能穿这个 你不能戴这个 年纪大了 化妆不能太浓 头发不能太亮 这些哦 虽然我同意穿的样子嘛 最好就是看下去舒服一点 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恶心是吧 但我 我个人觉得完全不需要 那么在意年龄 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别人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吧 我在这里 北美文化完全不一样 他们就不管了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史上方面 我其实很赞同这个想法的 可能是因为我是大阪人 比其他地区的日本人 打扮得更自由吧 大家应该知道日本人 要不是大阪人 挺喜欢穿那个 鲍纹的衣服 在中国也比较自由吧 到了这个年龄 你这个颜色不能穿 就是你这个样子不行 有这样的吗 肯定没有日本多我觉得 那我也来一件鲍纹的外套吧 大阪熊一定要穿鲍纹的衣服 是不是啊 还有日本人的赌兔的神美观的话 就是 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你们觉得呢 但好像很多人觉得可爱的 我觉得那个 好看 虽然我没有 还有 我不知道中国人喜不喜欢 ekubo 还有那个 涼袋 日本人也挺喜欢的 他们就是 化妆 化 涼袋 中国人喜不喜欢 我不太清楚 欧美好像 没有这个习惯吧 OK 中日 欧美的神美观的区别 大家觉得怎么样 大家觉得好看的日本明星是谁 我个人喜欢的日本明星 就是个人觉得好看的日本明星是他们吧 养颜 养颜 我猜猜中国人喜欢的类型是这样的吧 怎么样 评论区告诉我 OK 那么下次见 拜拜